醒目一响啊 书归正文 今天又是咱们发长书的日子 那有好朋友问了 说你这个两天一发长书 两天一发长书 那剩下那天你干嘛去了 也不发这个古迹故事了 你是不是偷懒了呀 没有 您看吧 这过年那几天吧 您忙我也忙 可是呢 咱书馆又不打算歇业 那那几天说的书 不得提前给您录出来吗 您问我录什么呢 这我得跟您先小小的卖一个关子了 先不能告诉您 到时候您就知道了 给您换换口 我呀要给您讲一桩奇案 至于是哪一桩奇案呢 您不妨猜猜 关于春节的书啊 咱们先按下布表 咱们接着聊这个轻勉战争 我算了算的 这个咱们开轻勉战争的书啊 也一个礼拜了 还没动真格的呢 得嘞咱这书馆啊 它说慢的就慢 为什么呢 我得给您交代清楚了 说快也快 今天呢 说书的我 必然得让他们打起来 前文书咱们交代过了 和这个大清打仗呢 是缅甸哪个王朝啊 是共榜王朝 共榜王朝的太祖高皇帝啊 叫雍吉亚 咱们这称呼他为太祖高皇帝啊 算是高台他了 实际上他只不过就是缅王 并不是皇帝 建立这个共榜王朝以后啊 这雍吉亚显国八年之后驾崩了 他的长子继位 长子的名字叫什么呀 叫莽继绝 这莽继绝呀 他寿书不行 做了三年国王之后啊 他也驾崩了 他接班人是谁呀 哎他可没有儿子 所以说呀 这父子子不能继呀 只能胸中帝极 他的兄弟呀 继位了 他兄弟呢 就是和这个大清朝 乾隆王朝 打清免战争的这位勉王 名字叫做孟伯 哎 您没听错 我也没说错 这勉甸人呢 他就是这样 这父子爷儿仨呀 这名字 他就不挨着 别看这爷儿仨 他名字不挨着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就是对外扩张 什么仙罗呀 老窝呀 印度 被这仪仨呀 挨着个的打了一个遍 哎 然后还时不时的呀 袭扰这个大清朝 挨着缅甸的云南地区 最初呢 是因为呀 这个一打金川 乾隆皇帝呀 哎 疼不开手来 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好不容易有了时间 有了功夫吧 这会儿啊 西北又开战了 乾隆皇帝 把大军调到西北 先是争准 后世平回 到了乾隆二十七年 这乾隆皇帝 终于腾开手了 这会儿要我说呀 这缅王眼里 要是会出气啊 哎 就别在边境上挑事了 可是不计 这第二任 共网王朝 缅王 网继绝呀 又挑出他手下的吐司 来云南普洱地区 抢劫了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当然它是有原因的 就在乾隆二十七年 这年啊 哎 那年功利应该是一七六二年 这缅方啊 又向这个边境上的吐司们 征收花马里 其实在这儿呢 咱们得啊 公道地说一句话 这个缅王向中缅边境的吐司 征收花马里 有很多原因 有人就说了 你凭什么向不是你国的吐司 征收花马里呢 其实啊 那会儿中缅边境的边境线 很模糊 这么一来呢 就导致遇到事了 都往外推 没有事了 争着跟你收共赴 自明朝以来啊 这中缅边境上的吐司们啊 基本上已经习惯这个事了 他们视这个中国为父啊 视缅甸为母 反正呢 我就这一堆东西 哎 你是啊 被这个大清朝 收走为共赴也行 被这个缅甸 收走为花马里也行 最好啊 大刀切白菜 二一天做五 你们一家一半 谁也别找我的事 我乐得一个消停 最初呢 这大清朝对这件事啊 他腾不出手来 也就是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 主张的呢 就是随境政策 多少呢 他有点惯着 还有一条啊 也很重要 这明清两朝啊 通常对这个游离于 这个边境上的 这个民族 或者是部落呀 始终是不认同的 要么你就内签 彻底的成为我国公民 要不然你就啊 干脆顿走他国 以后咱们是友好邻邦 所以呢 就导致了这帮啊 左右逢源的吐司 在边境上遭了欺负 让这个缅甸人呢 强征了花马里 哎 哪是强征啊 有的时候干脆就是抢 也不敢呢 向这个大清朝 驻云南的官员求援 这缅王啊 平时欺负这帮 边境上的吐司 欺负惯了 这回呢 这花马里没有收走 您想他能干吗 就在乾隆二十七年的冬天 那为什么是冬天呢 农活忙完了呗 一会儿啊 我给您讲讲这个 缅甸军队的组成啊 您就知道 为什么得农闲的时候打仗了 入冬以后啊 这缅王派了一支啊 六七百人的正规军 在边境上呢 联络了一位啊 这个缅甸一方的吐司 是什么吐司呢 叫木邦吐司 这两方啊 联合到了一起 正规军呢 和这个吐司手下的门户兵 凑到一起啊 有两千人就入境啊 打到云南了 他们打谁啊 他们打边境的 蒙定和耿马两位吐司 这大军一到啊 搞的就是突袭 先把这个蒙定吐司的城寨啊 抢劫一空 然后这大军呢 到了耿马吐司这儿啊 巧了 怎么巧了呢 这耿马吐司才给大清朝 江湾供奉 打开这个吐司的光库 一看呢 财务皆无 一怒之下 这帮缅兵啊 就把这耿马吐司的 这个雅鼠和一些民居 放火焚烧了 这缅甸人的仗子 就是个突袭 打的就是你没反应过来 这两位吐司 明白过来之后 您想能干吗 于是就组织人反击 乾隆年间 在清缅边境上的驻军呢 一共有三种 一种就是绿营兵啊 算是正规军吧 不过咱们大伙也知道 这绿营兵吗 在清朝的时候啊 他怎么着 他也算是二流的正规军 那前边他有八旗兵呢 不是 无论是从武器配比上啊 人员编制上 还有战斗力上的绿骑兵啊 都比不过八旗兵 那还有什么武装呢 那就是啊 这帮吐司的吐司兵 当时呢 称这些吐司兵啊 叫吐链 还有没有其他武装呢 还有 就是啊 这个地方的地主武装 一般呢 就是这个边境上的一些 这个金银铁矿的矿主们 组织的武装 那这些人呢 连民兵都算不上了 就是护场队吧 当时啊 称之为场链 就因为当时的大清朝廷啊 对这个缅甸采取绥靖政策 所以呢 这个正规军的绿骑部队啊 基本上遇到这种事情 是不插手的 那么对于这个动用 这个土链和场链 反击这缅甸人呢 政府也基本上就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梦定 梗定 耿马二土斯组织反击的 就是土链和场链 由于经常受缅甸人的欺负啊 当地人早就有怨言了 这一有人组织啊 立刻能就做到有效的反击 这些兵士啊 由这两家土斯带领 就立刻追击这些缅甸兵 追到这个滚弄江畔呢 一仗啊 还就打赢了 先后斩杀缅兵二百多人 虽然这场仗是打赢了 可是后来这耿马二土斯啊 他有点犯犹豫了 他觉得这仪仗啊 是把这个缅甸兵啊 打跑了 可是打跑了 不代表他们不回来了 于是他带着礼物啊 他就求到了这个穆邦吐斯 让穆邦吐斯从中做个说客 和这个缅王啊 就有了沟通 他又向缅王 交了当年的花马礼 也算是啊 稀释宁人 花钱了事了 可是啊 到了第二年啊 这个讨花马礼的缅军 又来了 因为前一年啊 这孟定啊 和这个耿马二土斯 交了花马礼 那位说 不是这个耿马土斯交了 孟定土斯没交吗 孟定土斯不用交 不是被抢走了吗 所以说这缅王啊 也认为他是交了 于是他们换了一个地方渡江 想找啊 其他的土斯征收 可是这回啊 这缅兵啊 还没到这个土斯的关寨呢 就和当地的厂链交上活了 真不含糊 这群护厂队啊 竟然把这群缅兵给打回去了 并且这个厂主啊 带着兵一直追过这个滚怒江 到了江的对岸呢 还杀了不少的缅兵 可是这会儿呢 大清朝对缅的态度啊 还是不明确 这位带兵过江去 勤杀缅兵的厂主啊 竟然被这个清朝政府处死了 给的罪名是什么呢 杀粮冒功 所以说啊 从现在开始啊 再往后说 这大清朝啊 干得让人憋气的事啊 哎就来了 这还不算完呢 自这个乾隆二十七年 到乾隆二十九年呢 这缅甸一方啊 有一个这个猛耕吐司 和共榜王朝的政府军一起啊 常年的入侵 这个我方的西双版纳地区 抢夺财物 哎呀 要说这个往年他也抢 可是现在不一样 这支部队呀 好像就是派出来专门干这件事情的 当你丰收的时候 他立刻就会派人来抢劫 后来呀 才知道 这会儿的共榜王朝正式对仙罗开战 他们制定了一个作战计划 就是沿这个清迈万象一线呢 攻打仙罗 合着他们拿这个西双版纳呀 作为他们的后勤了 哎 就是前方没有粮食啊 他们直接就从这抢 那么说大清朝廷乾隆皇帝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呢 知道 可是这个乾隆皇帝得到的消息啊 并不属实 那这是什么情况呢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 这个大清朝啊 和缅甸之间的这些吐司啊 以大清为父 以缅甸为母 经常啊 是向双方都交共赴 也就是说这群人呢 哎 他在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双中国籍 这勉王小帮寡国呀 他只要见着钱就行 乾隆皇帝可不一样 你既然向我进贡 你就是我方子民 那你作为大清子民 你怎么还能向勉方交这个花马礼呢 这是乾隆皇帝不能容忍的 所以说这群吐司挨了这个勉方政府军欺负啊 他和这个当地的驻军以及官员奏报 也只说是勉方的流寇土匪袭击了他们 那这么一来呢 就导致这大清朝廷啊 对此事做不到足够的重视 虽然呢 不是主要原因 但是第一次对缅甸的失败 和这一点呢 有关系 那么由此可见 当时云南的鞭士已经很紧迫了 虽然呢 这乾隆皇帝不知道这个鞭士的细情 但是啊 还是做出了指示 他交代即将上任的云贵总督刘早 针对缅甸一方来犯的贼寇 一定要穷力追寻 倒其巢穴 从这句话就能看出来 这乾隆皇帝确实不认为 来侵犯的是缅甸的政府军 要不然在旨意里 也不会说出倒其巢穴这样的话 但也足以证明 乾隆皇帝在云南的对缅问题上啊 已经开始强硬了 这即将上任的云贵总督刘早呢 他本来啊就是黄上肚子里的混世虫 他这辈子最善于的就是揣测胜意 那乾隆皇帝这点心思 他能折磨不明白吗 于是啊 刘早按下决心到云南之后的施政方针啊 尤其是针对缅甸的施政方针 那就是要强硬起来改变以前的绥靖政策 那么说这缅甸的政府军联合吐司兵 年年来贩已经三年了 这缅甸兵的战斗力又是如何呢 说实话这会儿的缅兵啊 战斗力是可圈可填 从大方向上看呢 他跟突一巴狗一样 几乎把周边的邻国都征伐了一个辫 您就能推测出这共榜王朝的国王啊 那手腕是强硬的 国家实力相对强生 有人说这缅甸啊 不养兵 用兵的时候全是临时争 这句话说的他也对也不对 其实呢 早在这个东西王朝的时候 那会儿啊 这缅甸的王室啊 就有自己的进卫军 这首都白骨城啊 也有自己的卫队 那可都是职业兵 到了拥击亚王朝 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共榜王朝时期啊 这职业兵的数量啊 大大的增加了 据说到过几万人 您可别小看这几万人 这几万人是什么意思呢 大概其啊 就是共榜王朝的一小半壮劳力吧 除了这个国有正规军不算啊 这个缅甸还有门户兵 这门户兵呢 就是土司兵 和大清这边啊 叫土炼 那这些兵呢 就是这个半兵半农了 咱们前文书不是说了吗 那样指这些土司兵啊 跑到云南这边来抢东西啊 您得等等 等到什么时候呢 等到农贤的时候 因为农忙的时候 人家没功夫 还有一些兵啊 就属于是从这个缅北啊 强行抓获的一些奴隶兵了 因为这一部分人呢 有个特点 他们呀 普遍呢 这嘴唇很厚实 在这个清朝的文献当中啊 记载他们呀 被称之为废唇兵 以貌取人 这句话不是什么好话 以后咱们也尽量少提 那这些人呢 基本上就属于炮灰了 身上穿着这个藤甲 手里的有的时候 拿的就是大棒或者是竹毛 那广是这些缅甸兵吗 其实不是 他还有啊 更厉害的一支部队 是什么部队呢 是外援 咱们也知道啊 这缅甸这国家的不大 所以说他跟这个中国不一样 明清两代 说是闭关锁国 这缅甸想闭关锁国 都没有这个实力 所以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啊 这个西方啊 经常骚扰缅甸 可是呢 带着掠夺墓地 来的这些西方远征军呢 通常都是一两船人 小股部队 就在这个万历四十一年 那年啊 是1613年 在这个缅甸的沙连地区啊 缅甸人俘虏了四百葡萄牙人 这四百人的首领啊 叫菲利佩德布里托 这缅王说了 你们啊 得投降 这布里托呀 低头看了 看这缅王撇了撇嘴说呀 什么 投降 赶紧把我们放了呀 是你的便宜 要不接呀 我们西班牙王国大军一致 催枯拉朽 你们这个地界啊 窝里的耗子都不剩 这缅王啊 笑了笑 看了看这个大鼻子的洋人 跟他说 你敢再说一声不祥吗 哎 这布里托说呀 不祥不祥就不祥 连着说了二十一个不祥 这缅王也没客气 当着他所有手下人的面 就把他砍成了二十一段 这一下子 这群色力内人的洋兵算是惊着了 通通下跪呀 发誓着一辈子要效忠勉王 这勉王呢 也算对得起他们 跟他们说呀 你们踏得实实在我们这住着 好吃好喝好戴成不说呀 还给你们美人啊 都说上媳妇 在我们这儿啊 世世代代的就负责操演火器 什么打火枪啊 放火炮啊 这四百菩萄牙的白人呢 看在这儿待遇不错 这些远征军呢 也都是穷户人出身 乐德呢 就在缅甸扎下根来了 有了这四百菩萄牙人不要紧呢 这缅甸自此不但有了枪炮手 并且呀 还有了珠宝造枪的能力 哎 到了明晚的时候 英法荷兰人又来了 这是什么人呢 东印度公司 这帮孙子完全是战争贩子 自要你给钱 多先进的火器啊 他都能卖给你 这么一来 这缅王啊 又合失了 到后期啊 他竟然从这些人手里买了随发枪 了不得了 哎 这八旗军呢 根本就没见过 他们称这个缅甸人手里这种枪啊 就自来火 出枪速度极快 根本就不用啊 转回事儿去 再点燃火绳 再激发火枪 到了第三四次清缅战争的时候 这缅军的实力啊 还会有提升 怎么呢 那会儿啊 这缅军的军队里 竟然出现了这个法国和葡萄牙的雇佣兵 除了这些呢 这缅甸啊 还有特种部队 什么兵啊 就是大象兵啊 哎 可是呢 我到现在为止 也是很怀疑这种象兵 真正的这个战斗力 有多强 当时 缅军的这个编制上啊 已经非常细化了 除了咱们前边说的这些呀 他还有这个刀锚弓箭和腾甲兵 不过这些呢 基本上就属于这个废纯 哎 就算是炮灰兵 就算是炮灰兵吧 既然咱都聊到这儿了呢 我跟您着重的说一样兵器 您有必要记一下 哎 是什么呢 就是弓箭 因为在第三次正面战争当中 也就是这个明锐来的时候啊 咱们还会着重的对比一下 缅军的弓箭和清军的弓箭 所以说咱们在这儿啊 就着重的提嘴 您别忘了 哎 其实主要是提醒我别忘了 哎 到时候您就知道了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环节 除了在这个人员军械上 缅军有优势以外呀 在这个作战部署上 缅军也有自己的独到之术 他们来这个云南抢夺财物啊 缅王指出少一部分的政府军 大部分呢 是吐司的门户兵 刚才咱们说了 这些门户兵啊 平时都是农民 但是一旦缅王向吐司发出指令 这吐司又给他们命令之后 他们能迅速的在边境集结 抢完东西之后 正规军押送着财物走 这些门户兵在后边殿后 一旦出了边境 能够迅速四散 完全能够做到兼闭清延 你还别说追了 你连一个人都看不见 那他们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19世纪的时候 有一位意大利的传教士啊 叫圣加曼诺 在他的邮寄里啊 曾经这么提到过缅军 他说这个缅军接到命令后啊 马上停下各自的生产劳动 迅速到指定地点 报道集合 准备出征并且自备武器装备 这会儿啊 他们的武器啊 就冲足了扁担 一头挂着铺给弹药锅 另一头挂着米 盐和虾米酱 就这样呢 这缅甸士兵不用车辆 不用帐篷 穿着日常的衣服 配上一件缩衣 所有的资重啊 全在自己身上背着 一千个人出征啊 就是一千个士兵 一个后勤人员都没有 双方一开战的脑子上 记一个红布条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士兵的标志 也是为了怕呀 打起来之后 误伤有军 那出战的阵型靠什么呢 那会儿的部队都差不多 他们跟清军也是基本相同 也分左中右三营 这八旗军呢 不是也分这个左翼右翼和中军吗 只不过呀 他们啊没有到齐 但是也能分得清 怎么分呢 靠文申 这缅甸所记当中记载啊 这门户兵啊 出道战场啊 如一盘散沙 不过呢 头打起来之前呢 自动战队 仔细一看呢 才知道 人家呀有标记 左旗左腹 右旗右腹 中则全旗 好理解吗 不好理解 也就是说这些 这个缅甸兵啊 一打起上来啊 全光膀子 不用军医号坎啊 全看纹身辨认 这左路兵的纹身呢 纹在这个肚皮的左边 这右路兵呢 这纹身纹在这个肚皮的右边 那中军兵呢 就是把整个肚子全纹黑了 哎 这个有点意思 他和这个其他国家的兵啊 正相反 穿上衣服啊 谁也不认识谁 脱了衣服啊 都知道谁是战友了 那这进攻时候如此啊 这撤退时候也是一样 这官长一声令下撤退 不是啊 这个有序而行 四散逃走 因为身上都背着粮食呢 自己都带着供给 所以说想走那条路 走那条路 全凭自个儿的 哎 咱们再见呢 就下次打仗的时候再说了 缅甸军队一方的灵活机动性 也是这清军遇到最大的战争难题 您想起吧 这和这个美国人呢 打越南和这个苏联人打阿富汗 遇到的情况啊 基本相同 哎 只可惜啊 刚才我给您讲的这些呀 都是我所掌握的缅甸一方的军事实力 这会儿的大清朝廷乾隆皇帝 以及云南各都府部院营里的将官们 他们可是不知道啊 摸着黑打呀 这仗也得打 精彩回目就在明天 大清朝云贵总督刘早 他离死不远了